就是剛剛我們提到這次國中會考的爭議呢 除了包括急劇是不是要公布 還有填製院序 還有是作文的比例 成績比例是不是要佔這麼重的問題 很多都是爭議啦 不過教育部的態度看起來 就是我們從這個事情發生到現在 好像是等到民怨累積到一個高峰 才開始要再進行一個轉變 包括是說原本其實他們好像不太願意 要公布一些會考相關的 剛剛提到急劇的問題 這樣的資訊 後來呢經過了這個包括郝龍斌 還有很多人出面的反應問題之後 他才會認為說 好了不然我允許一些部分地區 可以自己決定是不是要公布這樣的急劇 所以讓我們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政府是不是每次 好像遇到一些大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看民意才會進行一些政策的改變嗎 你的觀察呢 確實是如此 這個馬政府最大的勾病也是在此 就認為就是看暴治國 然後跟著民意走 其實不是只有學者或者是家長 或是教育專家 其實我們聯合報在這個要上路之前 也是苦苦薄薄的 用了很大的版面跟深度的報導 去勸政府說要審慎決定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前面剛剛講過 這對馬總統來講 這個十二年國家 是他一個非常重要 任內非常重要的一個政見 他必須在他任期的最後一兩年 必須兌現 所以這個 雖然我們這麼認真的 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建言 但是最後他們還是沒有採納 今天的問題 其實聯合報在去年的時候 都已經一個一個都把報導出來過 對 可是就你來看就是政府每次發生這樣的事情 可能每次我們都會回頭去說 其實早就不應該這樣子做 那看起來如果我們要對政府的危機處理方式 他們出了什麼問題 你能夠點出來幾點問題嗎 這個問題顯然第一 他事前的溝通不夠的充足 他跟教育部跟各縣市的地方首長們 在這個配套措施的溝通不夠完整 第二個就是教育部的本意 他的初衷就是要打破這個所謂的精英主義這樣的出發點 老實講這是滿不錯的 可是你如果要打破明星學校的民視的話 你教育部應該先做就是說 你要讓比如說包括中後段班的一些公立高中 他的教育資源可以跟北域女建宗 或者師大附宗是一樣的好 但是你這個部分你沒有做 然後就又要學生家長說打破民視 你就選擇離你家近的普通高中來念 這個東西就有點本末導致了 所以為了要兌現一個政策 然後又沒有很足夠的財力 跟其他的配套措施的話 結果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亂象 這種亂象其實一點也不令人壓抑 對 最終就還是希望政府能夠在 施行每一項政策之前 都可以做好完善的溝通 對不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新聞來到 我們粉絲感謝您 謝謝